像HEV混动、BV纯电、PHEV插混和REEV增程 相信比较关注车的朋友 对这些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 但是PHREV你听过吗 没听过也没关系 今天我来参加东风混动科技开放日的目的 就是来曝光它的 当然了除了这个PHREV技术之外 还有一款首大概技术的全新的插混SUV 同时发布 就是东风风尘L7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视频绝对是干活满满 众所周知 虽然新能源是趋势 发展速度很快 并且还很卷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出现传统意义的技术壁垒 所以东风今天这个活动 发布的这个马赫电混 PHREV技术 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创新 而且还是针对用户痛点 结合实际的使用场景的一次精准发力 看到这你可能会比较有疑问 这到底是个啥呢 这个PHREV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混动电动 以及增程的一个结合体 你完全可以根据日常的实际的使用需求 去自由切换 就比如在你日常的上半代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模式调到纯电或者增程的模式 众所周知 这种走走停停的路况 是纯电驱动最省的一个区间段位 相反 如果你想要带着家人周末去自驾旅行的话 你可以把车辆调到混动的模式 这个时候充满电加满油 完全可以覆盖你想要旅程的半径 而且还能够在动力 以及续航上做到一个更好的坚固 岂不是很美 这套东风马克电混PHREV系统 搭载的是一台1.5T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它的最大的热效率可以达到45.18% 系统的最大功率是265千瓦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615牛米 马克电池和3加X全域充电技术的加持 让安全与补能都得到了保障 充电5分钟就可以获得差不多300公里的续航 充电的功率可以达到45千瓦 30%到80%的SoC在26分钟就可以完成 可以说是完美的解决了用户在补能方面的充电 这套PHREV实现了多档串并联和功率分流相融合 怎么说呢 一共四个功率档位和两个功率分流档位 有什么优势呢 它可以兼顾功率分流在低速区间那儿内的低油耗 以及平顺性 而且还可以兼顾多档并联在高速区间那儿内的油耗低 以及动力豪等优势 并且依托这个混动能量管理系统 还可以实现驻车发电 纯电驱动 串联驱动等七种模式 OK我们聊完了新技术之后呢 终于有机会去看一看今天一同发布的这款新车 东风风神L7 东风风神L7啊 是东风旗下的首款PHREV车型 其次啊 它也是首大PHREV这套混动技术的车型 而且啊 你完全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东风风神向新能源转型的战略车型之一 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最核心的数据吧 听完这组数据之后啊 你就可以理解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话了 首先啊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呢 可以达到205公里 综合续航高达1500公里 说实话 一开始我都以为我听错了 但是没有 它的一个亏电油耗啊 可以达到3.8升 它的综合油耗啊 只有不到一升 设计上呢 也是很符合现在的主流审美 贯穿的灯带加点阵式的前灯组 有点压低和拉昆视觉效果的功效 让车头看上去更凶更动感 再配合智能灯雨的功能 给足你该死的仪式感 来到车身侧面啊 它采用了一个双色区分的一个悬浮式的车顶 车长呢达到了4675毫米 轴距呢是2775毫米 在紧凑几SUV里呢 一点也不算小 尤其是这2775的超长轴距啊 给车内空间呢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OK 至于它的内饰啊 因为目前还处于一个保密的状态 并没有向大家公布 但是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信息呢 它会采用一个环抱式的内饰设计 并且啊会采用黑橙撞色的一个拼色处理 这样呢看起来会更年轻更运动一些 并且啊它会采用一个悬浮式的一个设计 而且在配置方面呢 它会有一个10.25英寸的全眼睛仪表 加14.6英寸的1920×1080P的中控屏幕 内置了高通骁龙的855芯票 保证了流畅度 而且啊 在丰富的这个海量应用的加持下呢 日常的便利性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这个发布会啊 确实没有白来 因为在新年高速发展的今天 只有符合用户需求的新技术呢 才是核心的竞争力 东风风车L7呢 首次搭载了东风旗下这套马赫电魂PHREV的技术 相信在上市之后呢 会有不错的市场反响